接下来我们来谈hyperelasticity 那么再给各位复习一下 再给各位强调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谈hyperelasticity hyperelasticity所谈的 就是在很大的变形之下 还能够维持elastic的这种材料 这种就是hyperelasticity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elastic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谈的都是变形都不是很大 包括我们在谈plasticity 当然plasticity常常变形很大 但是还不至于大到说 还不至于大到说那些基本的假设会去改变 所谓基本假设我们再强调一下 指的是第一个 那么拉伸性质跟压缩性质是一样的 这意思就是说在应力应变区卷里面 这个拉伸的性质跟压缩性质是一样的 也就是阳式系数 拉伸的阳式系数跟压缩的时候 压缩是一样的 第一个 第二个 简历 简历的行为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式子来做approach 这个我们可以用简单的 所以我们只做一个拉伸实验就好 事实上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压缩性质 那个体积的压缩性质 体积的压缩性质 那么体积的压缩性质 我们也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 这个buck modulus 如果你忘记了什么叫做buck modulus 这用这样来代表 如果你忘记了什么叫buck modulus 三倍的一减两倍的m 这下面是这样子 这buck modulus基本上是在讲 那么体积变化力 跟压力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把一个东西放到 如果你把一个材料 然后让它四面八方都承受一样的压力的时候 比如说放在水里面 放在水里面 会在净水里面 那么它的水压是p的话 那会造成一定的一个体积的变化力 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叫做buck modulus 体积变化力 跟这个水压之间 这水压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个叫体积变化力 那么在如果变形不是很大的时候 我可以用这样的假设 这体积变化力 跟这个拉伸实验的这个数据 有这样的关系 我们在这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谈的就是说 那么你的变 你的应变不至于太大 大到这些假设 必须要重新讨论 包括plasticity 可是如果我们在谈变形的很大的时候 那么而且还是一个elasticity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hyperelasticity 在这个时候 这些假设都不存在 所以我们通常要去做 除了一个拉伸实验以外 我们要做单左拉伸实验以外 我们也要做一个单左的压缩实验 而且我们还要做简历实验 而且呢 甚至于我们还要做一个体积的 实验 当然如果这材料 是压缩性材料的时候 我们才要做 如果这材料本身是 几乎是不可压缩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假设 这个buck marcius就是无穷大 事实上这个情形是蛮多的 蛮多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假设 它是不可压缩的 比如说我们在之前讲的两种 hyperelasticity的主要材料 一种是rubber 橡胶 另外一种是花泡材料 相对而言这种花泡材料 它是可压缩的 相对而言 相对这个花泡材料 讲这种橡胶 相对而言 我们可以假设它是不可压缩的 所以 总结这种 我可以各位再整理一下 对于hyperelasticity 我们要做的实验 不是只有一个单左拉伸实验 我们还要做 我们除了单左拉伸实验 还要做单左的压缩实验 还要做卷力实验 还要做体积的压缩实验 对于hyperelasticity的压缩实验